以香港学生为主发起的占中行动 目的是要求北京的中央政府在2017年允许香港通过全面普选 选举产生行政长官 这场运动持续了两个多月 最后以发起人到警方自首告终 香港警方要求学生领袖们到警察总部报到协助调查 星期五在学生领袖进入警察总部之前 几十名抗议者举着占中运动的标志性的黄色雨伞 在外面高呼我要真普选和支持学生的口号 学生领袖黄之锋说 刚刚进入今年一月份警察给他打电话说 他被指控鼓动他人参加非法集会 并且将会逮捕他 所有四个学生领袖都被要求周五到警局报到 而且不得保释 黄之锋说自己不紧张 因为已经是第三次被捕了 不过我很担心 实际上警察可能会试图滥用权力 但我仍然尊重法制系统和香港的法律制度 对未来的行动和雨伞革命 我仍然充满自信与乐观 我将继续为香港争取铺血 黄之锋表示 他寄希望于占中行动 能够继续激励人们站出来反对政府 他走在警察总部的扶手电梯上时 举起拇指并且做出必胜的手势 我相信警察对我的逮捕只会更加激励更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我们的行动 学生领袖们各自按照所指定的时间进入警察总部报道 另外三名学生在报道两个小时之后已经被释放 他们都被指控鼓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 据香港媒体报道 其他几名活动人士也被要求近日去警局报道 但是他们拒绝交保 警方没有提出指控 并且已经释放了他们 美国之音 DOA卫视报道